债务的风险 现在中国美国都沦陷了 到底谁比较严重呢 今天带您看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 你知道全世界每个政府 现在都面临到了债务的一个问题 特别我们来看看两个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跟美国最近都为了债务的问题 现在一个头八个大了 好 我们先从美国讲起了 美国的债务危机 你会常常听到 这灰犀牛每年都来一次 结果今年怎么特别多 每个月都来一次 上个月好不容易低空惊险飞过 拜登串联了 看到了共和党的议长 终于通过了一个预算 然后关门危机往后顺延 但现在时间又到了 11月17号又会出现关门危机 再一次 好 这债务的问题真的很伤脑筋 每一次债务的一个期限一到 你就要问美国政府 请问你明天还在吗 你要关门了吗 好 那其实美国为了要解决 这个债务的危机 其实他也想方设法 也算是想破头了 我们来看最近他又要发债了 怎么办 债很多 债多不愁 怎么个不愁法 我可以借薪还救 我是美国政府 我老大 我要发钱我就发钱 我管你的 所以发债我也发呀 我总是找得到人买的啊 大家都不愿意买 欸 不好意思喔 我枪杆子拿出来 你买不买嘛 人家还是会低头嘛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他接下来要发债 大家都在关心 到底美国还要发多少债 美国应该是那个贯彻 他是美元霸权嘛 他爱发多少债发多少债 他都没有在管 那个什么政府的财政 数字有多难看 我欠钱欠多少 我很丢脸 这些事都不在他考虑当中 好 我们来看到啊 今年第四季啊 美国政府又要发新债 还旧债 好 那这回要发多少呢 我们来看到了2024年啊 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赤字 在发了这么多债之后呢 2024年将会来到一个 不得了的高度啊 会来到了1.85兆 这个是美国政府欠好多钱啊 好 那当然呢 这又是来到一个新高度了啊 好 这个你知道每个总统都发债嘛 有什么关系欠钱 啊 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就顶多当两届 再来就下一个总统来还嘛 就关我屁事 好 那我们来看到 在今年2023年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1.69兆 那到了明年 因为又发一堆嘛 会变成1.85兆 好 这么多的一个财政赤字 就觉得不得了 好 那不过呢 讲到美国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日本啊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是持有美国公债最大的债主 那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到日本不断在卖出美国公债 那时候我们还讲说 哇 你看 这个最大债主 日本本来就买的一箩筐 就现在都一直在卖美国公债 那你美国又发这么多债 你要缴谁买 日本都在卖了 难道他还要买吗 我们最近看看 日本好像有点不卖了 不卖为什么 过去为什么卖美国公债 因为日元呢 不断的在急贬当中 那美国这个日本政府呢 为了要守住他的日元汇率 所以就卖出了很多的美国公债 把钱呢 拿回来去保护他的日元 撑住他的日元汇率 但是呢 发现这一招不太管用 因为日元呢 这个汇率不断在贬值当中 所以现在日本央行想另外一招 用另外一个办法 救他们的汇率啊 什么办法呢 直接的实质升息 但日本不是这不叫升息啦 日本呢 他们叫做直利率的曲线控制啊 YCC的一个政策 用这个直利率曲线控制 来控制他的一些 他的汇率 好 那我们来看最近啊 日本央行直接宣布啊 他要放宽 这个直利率的曲线控制 到1% 长天期的部分 好 那到1% 而且还特别讲啊 他说这个1啊 不叫封顶 他没有这个 一定要遵守这个1%的上限的一个感觉 但我现在放宽到1% 讲得很听不懂对不对 好 我简单告诉你 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升息的意思啦 好 所以他用升息的方式呢 希望可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啊 就不用卖美国公债了 那所以呢 这个实质的一个升息 到底能不能救日本的汇率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呃日本呢 从这个2016年 负利率以来啊 你就看到他 其实呢 已经买了非常多的一些海外的债券了啊 好 那这些呢 很可能 在日本实质开始慢慢升息之后啊 哎 这些呢 我们看到拿着日元 当时便宜日元 去买的一些美国债券 国外的债券 这个时候 会不会卖出 钱又回到日本来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那另外呢 我们带你看中国 中国呢 是全世界第二个美国的债主啊 但是呢 中国持续的还在抛售美国的公债 因为一样的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了啊 好 那但是呢 你卖这么多的美国公债 好像有一点 hold不住人民币的汇率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的外资不断在撤出中国 当然有非常多理由 你可以说 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呢 似乎在下行 没有以前那么好 没那么好投资 管控变得非常多 但是呢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在升息啊 呃 他的殖利率都已经来到接近5了 呃 这么简单赚的钱 为什么不赚呢 很多的外资直接把这个中国本来投资的东西 通通直接汇回美国去买公债了 那很好赚啊 呃 在中国要承受这么多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哦 呃 9月份 呃 中国的一个 他们有一个数字叫FDI 那个叫做外国的直接投资的金额 哇 一直在往下掉 年减率来到34%了哦 这什么概念呢 这是比今年的前9个月哦 呃这个可以说都要更低 呃已经跌到了728亿元的这个人民币了哦 这个数字很低 另外一个啊这个重要名词叫做直接投资负债 什么意思 就是外国人来买中国的公债 这个数字呢 也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低哦 我们给大家数字哦 今年第一季哦 呃外国人买美 呃这个中国公债呢 还买了210亿 呃这个呃美元 好那到了第二季呢 数字一公布 哎呦怎么剩下67亿美元 所以呢 其实大家不想持有中国公债 一个就是人民币 可能汇率也开始在往下走嘛 再来可能钱到别的地方去更好赚哦 都是这样子的 好 但是呢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债务问题 跟美国是一样的哦 而且呢中国的债务问题感觉更棘手一点哦 因为呢呃这个中国呢不像美国哦 就发一大堆债我管你的对不对 但中国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呢中国如果他的一个政府财政赤字太难看的话 他会影响到他国家的一个债性平等 你看美国就老神在在啊 因为管你多美元霸权嘛 就爱怎样 这样吗 你叫我评 这样吗 还不是要买我美元对不对 好 但中国不行 所以中国其实一直会有一个自控 心里的自我约束说哦我的政府的赤字率不能超过多少 心里头会有一个这样自己的底线哦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没有办法hold住 因为呢中国的一个债务问题太严重了 好我们来看中国的债务激增现在怎么办哦 呃这个十月份中国呢为了要解决债务问题预计呢 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他们要发债要来到2.6兆人民币哦 这个比过去的一个发债的平均数字要多出63% 呃很高哎 好那我们就来看中央政府其实也在帮忙 因为我们一直在看 最近呢中央呃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哦 呃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难题 他们的债务危机哦 大家都说快要爆炸了 然后就在问中央政府你救不救哦 但是怎么救嘛 那我们来看中央政府不是不救哎 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来看呢 这个习近平主席啊 其实呢也是他上任以来 这十年来第一次去视察了人民银行 就是中国的央行 然后去视察人民银行干嘛 视察一下债务怎么办 好那我们看到他视察完之后 其实人行就已经宣布了 他们要发债 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发这一兆人民币的债 好那发了这个债 有了这个钱之后呢 要用到哪里去呢 中央政府发的债 利息中央政府来出 但谁用呢 给地方政府用 好名义叫做今年中国有洪灾 所以呢 呃用于洪灾的这个灾后重建 当然这是一个官方理由啦 但实际上就是去补那些地方政府的洞啦 好那这一兆人民币其实真的很多 以过去呢中国的发债来讲 每一次呢有这样所谓的特别国债 呃都是一些这个 全世界发生了很重大的危机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次 呃中国政府发了这个特别国债 是在2007年的时候金融风暴嘛 所以发了一次的一个 呃当时发1.5兆人民币的一个 这个特别国债 好那这一次呢 呃在上一次是2020年那时候 COVID-19嘛 所以呢又为了这个灾情 为了疫情又发了一次债 那个时候也是1兆人民币 好那再来就这一次了 这一次又发了1兆 但是呢这1兆就是给地方政府用 你不用付利息 利息我来付 好你就拿去用 好那这次呢 这1兆要怎么用呢 呃先用5000亿 然后明年再用5000亿 希望呢直接给地方政府 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 好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再发了这1兆人民币哦 就让我刚刚提到 中国本来自己心里有个底线哦 就是我不能超过 那个赤字率不能超过3% 但是这1兆发下去 它会拉高到3.8% 就是过去的那个财政赤字率的一个红线 就被突破了 那有一些专家就这样讲了 他就说突破一次 哦很痛 但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呢这1兆人民币 是绝对不够补中国的财政赤字的这个坑的哦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最近还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哦 就是每5年召开一次 在中国的叫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那今年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讨论债务问题 好这债务问题哦 呃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呃 专家在评估财政专家 财经专家说 中国的地方债 特别是隐形债很厉害 大概会有300兆 我们刚刚讲呃中国要发多少债 一兆人民币对不对 好他有300兆 你坑怎么填 你怎么填都填不了吗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还有地方政府 他们自己也在发债 也一样发新债 然后去还旧债 用这样的方式叫做时间换取空间 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难关哦 好那不止哦 呃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发债度过难关 还有一些政府这个地方政府是中央下令 你不准再给我发债 因为你还不出来 好那总共有12个省份了 已经被下这个死令了 不准给我发债 首个杜绑起来 不然我剁手了 然后哪12个省份呢 我们看到包括像辽宁 吉林贵州 还有云南 另外呢 还有包括像重庆跟天津 现在都直接被下命令 不准再发债 你还不出来了好不好 呃不然呢 每一次这个儿子给我乱花钱 到最后都妈妈来擦屁股 我不要擦屁股了 没钱 好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地方债问题很难解决 好但是还是要解决 你看中央已经现在出售了嘛 但是呢 接下来你要这个中国要解决这些债问题 呃我们看到了有中国的财政专家说 现在还有6个叠加的风险 呃首先是一些法定的债务 那这就不说了嘛 法定的 那再来有一些呢 叫做隐性的债务 就是过去的地方政府 透过很多地方的融资平台 各种借钱的 这些呢 也要想办法来还 那再来还有工程欠款 你知道很多工程欠款 欠到不得了耶 呃据说啦 有一个内幕消息讲 说这北京去调查一下说 你们到底这个地方 这种欠多少钱 结果你有一个县就跟他讲 说哦我们那个工程欠款 我们盖那个图书馆 盖游泳池 呃这些公共工程的欠款 他都政府都还不出来 然后呢 北京说好你说嘛 多少钱嘛 他就一个县而已哦 你看中国那么大哦 一个县就跟你说 不好意思我有 100亿人民币 还不出来 然后就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啊 好所以呢 其实像这样的工程欠款 也非常多 那现在中央要帮忙 也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 另外还有地方财政的问题哦 现在你说我这个欠款都没处理了 那我怎么样继续发展呢 我地方财政 我本来要做的事情 也很难进行 另外还有一些刚性的职除 就是你一定 公务人员的薪水这种啊 你就一定得付的这些东西 市容的整洁啊 清洁对的钱 你这是一定得付的嘛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抗疫 其实呢当初你找大白啊 然后你盖那个方舱啊 这些钱到现在也都还没有付清耶 所以呢现在有六个叠加的风险 其实都都是难题 那中国我们看到这次发的这 一兆人民币的债啊 你现在我刚讲那些 你就发现三天就用完了吧 然后他一照说要用两年耶 你就说好像不够吧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持续看 因为据说现在已经出现一些 很瞎的状况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政府真的没钱了 然后有一些一定得付的钱了 他去拜托这个商业银行 你帮我垫一点钱好不好 垫款耶 这怎么行啊 呃不行吧 但是呢就垫了 啊不然怎么办 难道你让政府倒吗 所以不行吗 好那所以呢 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 呃各国都有各国难题 那特别是美国跟中国的这债务的一个问题 哎也很大哦 所以呢 哎本来王不见王 哦我讨厌你 你不喜欢我 但是呢 我们两个现在都有更严重的一个债务问题 所以怎么办 只要手牵手 好我们来看最近一个场合是 呃这个即将在上海要举办的 这个中国的一个进口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过去啊 这个美国是会来啦 带他们厂商来 因为这个进口博览会呢 就是有各种 呃这个 可以进口到中国的一些商品 可以在这个地方摆摊 然后呢 这个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个买家 就可以来看看 哎这个好像蛮好买的 哎我们买回去卖一卖之类的 那这个博览会呢 哎今年首度出现了 美国的官员 要到这个博览会来 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啊 由这个美国最高层级的一个 呃这个访问团要来了哦 那谁来 美国的农业部的 这个贸易顾问 哇层级很高 部长下来就他了 好所以呢 他就亲自带队来了 还弄了一个好大摊位 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美国东西很好 你中国人赶快来买 好那其实为什么 呃这个美国也在问题很严重嘛 要多赚点钱 那过去呢 在去年 即便是这个中美关系 有点紧张 但是美国卖给中国农产品 也是卖到了时尚新高啊 卖了364亿美元 所以呢发现 中国人钱也是不错啊 这个人民币也是很香啊 所以呢 这个美国人又巴巴的又来了 所以呢 你看到这草归草嘛 但钱还是要赚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又来了哦 那最近呢 还会有另外一个场合 也很值得大家来好好看看的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总统 两人的会面啊 呃这个沟通来沟通去的 王毅有飞了这个美国一趟 布林肯也到了中国一趟 好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沟通了 呃习近平跟这个拜登 应该是有机会在11月啊 在这个美国举办的APAC 这样的会议当中来一个场边会谈 美国方面已经证实了 他说对 会有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会谈啊 呃希望可以弹出一朵花来 但是呢 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正式的告诉大家说 会有这场会面 所以到底啊 这个都有经济问题 那现在呢 要不要先放下一些执念 然后好好的互相 看能不能互相的支援 解决一下经济难题啊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了 好 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部分 希望你喜欢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